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十万块钱到底花的值不值 大家好我是老蒋 前两天有个大哥在我们厂里挑了一些人物摆件 因为我们这边工厂的灰尘比较多 所以发货之前都要重新做一下保养 等一下我们把这些人物摆件拉出来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在工厂里面花个十万块钱 能买的一些什么东西 好 现在我们把它弄出来再看一下吧 这个不是吧 这个不是先放一边吧 拿个钩子来 拿个钩子勾 但是小的用钩子勾出来 据这位大哥讲述 他的女儿一直在学画画 但是学了几年下来 画的都是一些西方的人物肖像 并且家里摆放的也是一些西方的人体雕塑 大哥说西方的东西可以学 但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也不能丢 所以就选了这么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物摆件 准备把家里的地下室改造成一个绘画室 然后把这些摆件放在里面 让女儿多看一看 瞧一瞧 大哥选的都是中国几千年来 在各个领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些人物里面 有哪些是你们能叫得出名字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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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现在这些百戒已经全部都选出来了 我们要给它做一次保养 现在我们开始打包 人物百戒运输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好头部 都是它做的吗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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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这些百戒已经全部都打包好了 可以开始装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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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好 现在这些百戒已经装完了 刚好满满的一车 我问大哥等你女儿毕业以后 这些百戒你用来干嘛 大哥笑而不语 从他的笑声中我大概也猜到了 突然发现有钱人其实也蛮可怜的 他们虽然拥有了一切 但是却失去了烦恼 原本以为发了这些货以后 这个放人物百件的角落会松一点 但是现在看来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里大大小小可能还有几百件货 关键这些货还不怎么值钱 这就是做工厂最大的痛点 每一批新货出来 大家都把好的挑走了 然后剩下的老货一批一批的被打入冷宫 真是硬的那句话 从来只有新人笑 有谁看见旧人哭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木头 麻烦给老奖点赞收藏加关注 下次再从这些老货里面翻新一部分出来 给大家方方福利啊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